好 来看到真的是扯到爆 NCC又照着政治剧本走吗 因为NCC很多的争议 包含了被指控政治黑手揭露 违反行政处分付款 还有NCC内部呢 纤密不断的问题 但今天的NCC 是要审查进电视上架的案件 国民党立委党团 早上就到NCC去抗议 但是在上班的时间 遇到的是公布门 竟然拉下铁门阻挡 最后是从侧门突破了 冲进的NCC表达诉求 而立委证明中 就痛骂主委陈耀祥 已经被列为是刑事被告了 最中天呢 也裁罚了十连败 强烈要求陈耀祥要下台 而时代力量立委 陈娇华他也痛批 NCC呢 坚持放水护航 真的是很难看 已经变成了可耻的机关 打开打开 这红机关 还快点门 这谁要求反观 先要靠说 补华 Built 掌精度退 解咱勇华 开门 开门 董菜 公务员怎么可以 开门 这事 也进行 NCC等下9點鐘要強行通過靜電視的執照 國民黨團強烈反對 第一點依照民調72.3%的民眾認為前要想要下台 結果4.8%認為他不用下台 前來講已經創了歷史的記錄 政府官的記錄早就應該下台 今天還要開委員會強行通過 這第一點 第二點邱小翔已經被市林地檢署列為被告 刑事被告 他們已經沒有資格主持委員會 第三點NCC對中天電視的行政才華 聯繫十次被行政法院撤回敗訴 這已經創造了中華民國行政史上的紀錄 第四點 他任內 配合民進黨關掉中天電視 這個也是民主國家 也是國際級的醜聞 堅持放水護航真的是很難看啊 放水護航很難看知道嗎 你們是監督機關你們是獨立機關 難道你們有負責任嗎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召開記者會 我也呼籲 我也呼籲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其他委員 大家不能夠讓NCC這樣恣意妄為 這樣子不調查 讓NCC成為一個可恥的機關 好 問大家到底是誰給了陳耀祥底氣跟勇氣呢 我們來看到立委陳婉會要給陳耀祥以外 六位NCC委員的公開信 他說三大核心正義都還沒有釐清 包含了政治黑手揭露 禁電視違反行政處分的付款 還有NCC內部洩密不斷 有許多違法的爭議都還沒有調查完成 只是在民進黨總召科敬明的壓力之下 這個讓陳耀祥安然的度過 他懇切的向其他六位NCC委員說 真的願意跟陳耀祥一樣趨於全市嗎 希望NCC能夠守住最後一絲的獨立機關的風骨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呢 國民黨團呢集體到NCC去抗議 一度呢在審查會外爆發的推擠衝突 雙方在門口對峙的時候 立委 鄭立文就怒轟 這就是蔡英文總統 把髒手伸進了NCC的鐵證 王侯衛呢要主委陳耀祥出來面對 他說一個已經被列為貪賭被告的人 怎麼有臉來主持會議 來看最新的情況 今天全民看到的是什麼 是NCC完全不在乎民意 他就是要黑箱 他就是要闖關 所以不僅僅阻礙民意代表 能夠列席來看他的審查 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合法有據 他要派保全他要透過安控禁止民意代表能夠列席能夠確認他的審查是合法有據的 就是因為黑箱 就是因為見不得光 所以今天要封鎖所有的訊息 不讓全民知道事實的真相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不獨立的NCC 我們沒有一下子就來闖 我們站在外面 我們起碼站了10分鐘以上 請他的同仁能夠通報 結果我們聽到這是什麼 在裡面他在看直播 在看直播就是外面我們讓他下台的直播 你有時間 你有時間看直播 你沒有時間跑出來真的是很丟臉 怎麼會有這麼丟臉的官對不對 對所以現在我們請陳耀祥出來面對這個事情 請問一下一個已經被列為被告的一個主委 他有什麼能力 他有什麼權力 可以 對他怎麼有臉 還能夠去主持會議 要通過進電視的案子 這不是荒唐嗎 中華民國的法律 中華民國的公權力可以這樣子搞嗎 所以我們今天直接來找陳耀祥 要跟他溝通這些事情 結果他只能派出這些保全他的同仁 然後對我們的立法委員 動手動腳 進一件事早就應該要撤照了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支持 民主支持 這是我們的專制獨裁統治的蔡英文 不斷地把髒手伸入媒體 掌控媒體操弄媒體的鐵證 今天所有國民黨的委員來到NCC的大樓 居然在門口他們就關門黨人 有這種公將機關嗎 害怕民意代表的監督 害怕真理真相跟正義 你們以為把大門關起來就可以在裡面 胡作非為為所欲為嗎 我們從另外的側門 因為鄭天才委員已經進去了 所以鄭天才委員告訴我們說 可以從側門的郵局上來 他們趕快要去把郵局的門擋起來 關起來 那民眾的權益呢 你們憑什麼關門 我們到了八樓 他們預計要開會的會議是 人去樓空